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这一期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电机游戏 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电机游戏 然后它这个游戏机呢你可以就是有这种闪电的这种效果 然后它是叫一个闪电反应 然后它是一个多人的一个游戏机 会产生一个非常的微型的一个电机 然后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反应的不够快的话 会得到那个小小的电机 然后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惩罚 然后我现在是把它打开来 在下面呢是需要我们放上三个电池 三个电池呢是需要的是五号电池 是需要我们把它放进去 然后在这旁边呢是有一个声音 然后这个声音呢是它会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你要在那个声音结束的时候呢 去按下我们这个按钮 如果你按了按钮的时候太慢或者是太早了的话 就会得到那个惩罚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电机 我们把它打开了之后呢 可以适合于我们两个到四个人一起去玩 我们这个微型的一个电机玩具 玩具 就是什么 玩具 玩具组 然后至少是要两个人 最多呢是可以四个人玩 你可以是调成三个人玩 或者是四个人玩 都是可以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是至少要两个人才可以玩我们这个游戏 我们是两个人分别是要拿在手里面 然后可以按中间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声音 不知道你们大家能不能听得见 然后当它变成绿色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反应太慢啊 或者是反应太早了 就会在手里呢 有这种电机 然后这种电机呢 就会是一个轻微 特别轻微的一个小好的电机呢 是作为一个小好的惩罚 然后如果你是反应的特别 刚刚好 就是刚好在它变绿的时候呢 你按下了那个按钮 那么呢 你就不会被得到惩罚 而是你的 别的一个跟你一起玩的一个朋友呢 可能会得到这个电机的一个小惩罚 但是这个电机呢 是适合 就这个整个玩具组呢 是适合于我们12岁 或者是14岁以上的这个小朋友 是最好是特别小的 这个小朋友呢 是不要去玩我们这个玩具组 然后它这个电机呢 是可以根据你想要设定的这个程度 和想要设定的这个模式 它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电机 可以在旁边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里是有数字 这个数字呢 你可以就是调节它的这个音量 然后这边呢 是有一个normal shock 然后extreme shock 这里是一个电机的一个力度 如果你是操作特别的正确的话呢 是基本上是不会被电机击倒的 可以用我们这个电机这个游戏呢 是到我们的派对上 去和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去玩 或者呢 是可以在家里 如果有生日的一个派对 你们可以大家呢 一起四个小朋友一起坐起 然后去玩我们这个玩具组 或者是这个游戏机 也是非常有意思 或者呢 也可以去大家在一起玩牌的时候 然后 如果是谁输了 就要作为这一个惩罚 然后四个人呢 或者两三个人呢 一起去玩我们这个 轻微的一个这个电机的这个游戏 在视频当中呢 我们是很遗憾 没有就是 就是测试出来这种电机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大家就反应的特别的 刚刚好后 竟没有慢也没有快 所以没有没有做出任何错误的一个举动 所以就没有得到这种感受这种电机 如果家里有这个电机 这个小玩具的同学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这个感受是什么 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去玩这个游戏 是不是跟大家一起玩 然后你觉得这个游戏呢 好不好玩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也留下你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 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 小视频的一个建议 或者是对于我们栏目的这个建议呢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 今天给你带来这个视频 如果你真的喜欢它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目指 先上载赞 或者是直接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 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类似的 一个玩具的一个介绍视频 也是非常有意思 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观看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